讲述过去的故事,唤醒陈锋的记忆。这里是小豆之历史,本期给大家分享的是民间故事,女子着急回家,路上遭蛇群拦路,老人说,他们是在救你。 南宋年间,在一个叫大清安的乡村,里面住着一户人家姓陈,男人陈老汉,女人李氏,还有一个女儿叫秋和,秋和生的俊俏,可她却不是李氏所生,她的亲娘在她六岁那年溺水去世了,后来她爹陈老汉就娶了现在的李氏,李氏嫁进来后,却没有为陈老汉生一儿伴女,就将秋和视如己出,待秋和如同亲生女儿, 那样的疼爱。秋和是个懂事善良的女子,后娘李氏对她的好,她也看在眼里,记在心上,也会孝顺李氏,比如主动帮忙做下家里的活,替李氏分担下。 等秋和满16岁的时候,李氏为她寻了个好亲事,对象是镇上的小杂货店的老板周二,秋和嫁到镇上后,就帮相公看店,平时很忙,就很少有时间看爹娘。 这日午时,秋和正在店铺里面忙活的时候,村里头邻居大娘黄氏过来找她,秋和连忙放下手中的活,招呼黄氏,连忙问大娘来找她有什么事。 黄氏告诉秋和,她的爹娘生病了,托她来喊秋和回去照顾下。秋和一听爹娘生病了,就心急火燎,跟相公说了下爹娘的事,她要回村里照顾下他们。 周二听到岳父岳母生病了,也想一同陪秋和回去,可店里那么忙,实在抽不开身来,有些为难地看着秋和。 秋和也理解相公的难处,要是两人都回去了,店就没有人看了,想了想便善解人意说,她一个人回去也可以的。 震上离村里差不多有四十多里路,就算是坐马车,也有点远,秋和怕耽误时间,就简单收拾一番,就匆匆忙忙带了点路上吃食。 就雇了一辆马车往家里赶去了,一路上,车夫平稳快速地向村里的方向前进,此时太阳稍微有点落山了,马车上的秋和眼看天色不早了,心急如焚,就对车夫说,能不能加速快点。 车夫连忙硬下,只听到车夫的吆喝几声,就在秋和以为马车会快速前进,不料马车突然一下子停住了,秋和猝不及防,他差点摔下马车。 秋和赶紧问车夫出了什么事,车夫回头对秋和解释道,前面道路上有东西挡住了路,马儿不愿意过去。 车夫是个老人家,腿脚似乎不太方便。 秋和想了想,就下了马车,说替他看看前面究竟是什么东西挡住路了,老人家连忙谢谢秋和。 秋和往前面走了十多步,这才看清楚路上竟然盘着密密麻麻一堆蛇,其中蛇群里面中间那条大蛇最大,还长两个脑袋,足足有小腿那么粗大,他一下子吓得愣住了。 只见那条大蛇抬着两个头,朝着它吐着信子时候,它才回过神来,紧紧盯着这条大蛇不敢乱动。 秋和小时候听村里老人说过,蛇是有灵性的动物,想到这,它不免有些紧张,赶紧双手合并。 朝大蛇叩拜下,承腾说,我就是路过的一个女子,无意冒犯您,恳请原谅。 秋和说完,便小心翼翼地转身,准备往回走,准备换一条路走,就在这时,身后传来了身后传来一阵兮兮绿帅的声音,他吓了一跳,以为是大蛇要来咬他了,连忙转身回头看,没想到竟然是个满头白发的老人家。 只见老人家还微笑朝了他打了个招呼,就慢悠悠走到旁边大石头上坐下,秋和见状,赶紧跑了过去,告诉老人家这里有蛇,危险,得赶紧离开。 老人家一听秋和的话,没有被吓到。 反而劝说他,随他一同坐下来休息下,秋和见劝不动,他心里着急家里的事,又见那老人家真的不害怕,就没有多想,随他去了。 秋和准备回到车上,吩咐车夫换一条路走,谁知下一秒,那头车夫的马忽然受惊,忽然加速,秋和一下子傻眼了,怎么把他给丢下了。 等他想追出去,却发现前面也盘着密密麻麻一堆大小不一的蛇,阻挡了他的去路,不以会,那车夫和马一下子跑没影了。 就在这时,秋和身后的老人家忽然开口道,姑娘,你还是过来同我休息一下吧。 不用害怕这些蛇,它们不会伤害你的,这些蛇现在不让你走,是为你好,等时候一到,它们自然会让你走的。 秋和听后大吃一惊,连忙走上去询问老人家,这蛇究竟怎么回事,为何说是为它好,它如今着急赶回家看爹娘呢? 老人家见秋和着急的样子,安慰说道,你不用担心,你爹娘没事,这些蛇不让你回去,是为了救你的。 秋和听得云里雾里的,不过听到老人家说自己爹娘没事,松了一口气,不过还是好奇问道,老人家,你怎么知道我爹娘没事? 只见那老人家说道,其实这些蛇是我的子子孙孙,你亲娘生前曾救过我一命,我承诺过它,会在你有难时候帮忙一次,如今你有难,我就来了。 说完,老人家摇身一变,化作一条水桶粗的长长白蛇,出现在秋和面前。 秋和吃了一下,吓得一屁股坐倒在地,盯着老人家说,你,你是蛇仙吗? 那大蛇怕吓坏了秋和,又变回白发老人,只见他说道,蛇仙谈不上,我只是深山里面修炼的白蛇而已,已经修炼了五百年,才可以幻化成人参,姑娘你不用害怕。 我不会伤害你的。 那大蛇顿了顿,说道,本来我要闭关修炼了,可算出你有难,就赶紧派我的子子孙孙来挡住你的去路,如今见你还没有回村,我也放心了。 切记,等我子子孙孙放你离去时候,你才可以回去,不然就会有生命危险。 秋和听了大蛇的话,连忙问道,为何说我会有生命危险,究竟是谁要害我? 大蛇说道,我不能透露太多,但我可以告诉你,你爹娘暂时没事,但你的邻居皇室和他相公要害你。 秋和听了大蛇的话,不敢相信这件事,想再次问问大蛇为什么他们要害他。 大蛇似乎知道秋和想再问他,便打断了说道,姑娘,天机不可泄露,我不能说太多,如今你和我缘分结束了, 我也该走了,你要记住,回家后,先不要着急进门,在门外先看看。 那大蛇说完,不等秋和回应,就瞬间消失不见了,就剩下地上盘坐的大大小小的一堆蛇在那守着秋和。 秋和就这样一直坐到了大石头上,期间,秋和饿了就吃干粮,渴了就喝水,也幸好晚上的气温不是很凉,将就趴着大石头上睡了一宵。 直到隔日早上,那些蛇群才渐渐散去。 秋和连忙起身,朝着村方向走去,也幸好这里离村不远,快走半个时辰,秋和就赶到了家门口。 他正想推门进去,突然想起大蛇的话,便俯身低头往门缝那偷偷看了进去。 这一看,结果把秋和吓一大跳,只见爹娘的院子里,邻居皇室夫妻正在合力捆绑着他爹娘,还往他爹娘嘴里塞布,然后拖到杂屋里。 然后断断续续之间,听到皇室和他相公密谋着什么事,离得远,秋和听不清楚,就只听到说,只要等他回来。 就用他爹娘要挟他。 此刻秋和很快就冷静下来,小心翼翼往后挪了挪,生怕惊动了里面的两个人。 他不知道为什么皇室和他相公要加害自己,但知道自己不能冲动行事,不然就害了爹娘。 秋和很来,就来到村里头有马车的梁老头家,请他送他回镇上。 那梁老头看到秋和很高兴,便家常唠叨几句,说他怎么不在村里多住几日。 秋和表面平静,时尚心里又急又怕得要命,就寒暄几句,推托说店里忙,相公一个人忙不过来,着急赶着回去帮忙呢。 梁老头就是客套下话。 见秋和确实是着急回去,连忙将自家的马车牵出来了,让秋和坐了上去,快速往镇上赶去了。 很快,秋和就回到了自家店铺里了,周二见到,连忙问秋和,娘子,你怎么那么快就回来了,岳父岳母身体如何了? 秋和看到相公,被吓坏的他,一下子就找到了主心谷,连忙将一路上的事全部都告诉了周二。 周二听后,心里不免替妻子捏了一把汗,幸好安然无恙,这真的是托了行善的亲岳母的福,福报带给了妻子。 秋和连忙问,周二该怎么办,只见他想了想。 便有了个计划,他让秋和装什么事都不知道回家,他这边就去报官,和官差尾随而后,到时候见机行事,在一起拿下那皇室夫妻二人。 秋和听了周二的话,照办下去,很快,一切事情进行很顺利,周二带来的官差,顺利将皇室夫妻二人拿下。 皇室夫妻二人被带走之时,秋和问他们,害人的理由是什么? 皇室得知自己难逃惩罚,索性说出真相。 原来,皇室有一个女儿,名叫莲花,和秋和的年纪一般大,那年,秋和十六岁,莲花也十六岁,皇室就托人找关系。 就相中了镇上的杂货店老板周二。 本来那日,媒婆来请莲花去同周二相看的,谁知莲花刚好身子不舒服,就没有和媒婆及时去应约。 偏偏这个时候,秋和的后娘李氏,也不知道从哪里得知周二单身,也请来了媒婆,带上秋和一同去,两人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。 而莲花后来也相看一个男子,是隔壁村的秀才。 照理说,秀才的前程可比那周二强太多了,当时皇室也十分满意这个女婿的。 可莲花自从和那秀才成亲后,就几乎很少回家,偶尔托人带话和带东西回来,给皇室和他相公。 说自己过得好,不用挂念他。 隔壁村里本村很近,按平时走路的话,半个时辰都不用,皇室和他相公二人想不明白,为何嫁了人的女儿,离得那么近都不回家看看他们。 要说养个白眼狼的话,可女儿偏偏又托人带东西回来孝敬他们,所以两人决定去女婿探个究竟。 这一去啊,就将皇室和他相公两人气得半条命,差点没有了,那秀才,自从娶了莲花后,渐渐露出他好吃懒做,喜心厌旧的本性,一有空就去喝花酒,莲花整天埋头掉泪。 要是莲花稍微劝阻,他就对莲花拳打脚踢,莲花苦不堪言,想找爹娘哭诉,又不想年老的爹娘担心,就默默忍受的秀才的一切。 那日刚好,皇室和相公去女婿家,看到莲花像人鬼不像鬼的样子,伤痕累累的身子,两人气得不清,对秀才恨之入骨,十分心疼莲花,母女更是抱头痛哭。 就在皇室和他相公二人,准备找秀才讨回公道时,那秀才因为喝酒过多,回来事后,不慎掉河里淹死了,皇室心里的恨,不但没有得到释怀,反而更加怨恨秀才。 他死了一了百了,可害的女儿年纪轻轻,就有克服这个名声。 皇室和他相公回到家中后,隔着一堵墙,经常听到李氏和陈老汉欢快的声音,也看到荷花和周二两人恩爱有加,一家人过得其乐融融,想到女儿的遭遇,两人心里就滋生出难言的妒忆。 泼天的不甘和恨意涌上心头,他们觉得这一切都是李氏和秋和的错,要不是他们两人抢了周二,那如今这其乐融融的一幕,就应该是他们女儿的,也是他们家的。 所以,皇室和他相公决定将秋和杀掉,这样一来,一个寡妇,一个官夫,刚好般配,他们以为自己的如意算盘打得很好。 却不知最后失败了,还受到了惩罚。 经过此事,秋和周二等人,他们更加坚信,或惜福之所以,福惜或之所福,做人要本本分分,千万不要想去害别人,因为害人中害己呀。 而那大蛇自从那日消失后,再也不见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